第一次来讲西嘛 有好玩的地方 在路上他就看了 说上巴一广场 那去呗 半路又问人家 那边广场也行啊 过站点了 他就问 我们想到广场下车 司机就说早过了 你们咋不早说呢 那他就怨我了 你也不问 咋不下车 让你操心 你不操心 下来之后 两人就打一块了 就为这个打了 对 上车就上来就抓我 那照相吧 就在那广场 他不是有什么 有菊花展的 有些造型嘛 我拿手机给他照 他说什么方向 就什么方向 我说那个方向不行啊 照的你人小 这整个全景还照不着 靠近一点 不行 我说在这就在这 那给他照出来了 一看 我呢 我上哪去了 看不见啊 那么窄点 漆黑漆黑的 哎又来我照的不行啊 来回来回不是你啊 你走哪 我跟哪呢 那不是打了我了 就打完了 然后接着拍照 对 拍了照以后 不满意然后又抓 拍照还是他 你过来给我 给我给 给你小妈拍照 给我给我给我 给我给我照个像 当我是孩子 她是妈呗 给你小娘拍个照 照个像 这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他他咋想的 不是这样的 我能先说一下吗 为什么呀 我生气是因为我希望他 你未未那个叫 公交叉司机 那个我到这个公园 人民公园下车啊 师傅 到了这儿 麻烦你停一下哈 我还是以为他应该这样做 让我手操点心 我说你为什么不和一司机走 摔一声啊 我知道哪里人是他娘啊 我也知道我 他这样说 你是觉得他说的这个话不对 还是觉得他那态度不对 他说这句话也本身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 态度也不对 不知道哪里是站点 可以去问吗 多动动紫围 就少跑跑腿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问呢 我觉得我和他在一块 他就应该是一个 大哥哥的形象 不用让我收心 因为我 应该让他像哥哥 带着妹妹一样带着你 对 我怎么感觉这两年 他对我的态度是